旅居美国德州地区之几内亚社区人士 定于本周六在休斯顿举办一整天的国庆庆祝活动 将由来自德州圣安东尼、奥斯丁、达拉斯等地之侨民参加 庆祝大会有各项舞蹈、音乐表演、各种文化传统服装 来庆祝几内亚共和国之诞生 历史上几内亚曾经被葡萄牙及法国殖民 于1958年10月2日宣布独立 2021年9月5日军人敦布亚发动政变组成过渡政府 几内亚西平大西洋、北陵几内亚、比绍塞内尔加 人口1300万、国土面积24.59万平方公里 盛产铝帆土、储量400亿吨、占世界第一位 并且在沿海大陆架已经发现石油 即待开发各种矿物石油资源 三年前自我被任命为几内亚驻德州名誉总领事以来 曾举办过数次几内亚投资研讨会 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 一直未能前往几内亚访问 月前在和新任几内亚驻美大使卡贝 讨讨后决定年内组成投资考察团前往访问 对于这项外交任务 我本人感到无比之荣幸 并决心担任好两国在文化、经济 以及政府沟通之工作 这也是我多年来想当一名外交官之志愿